佛在今天告诉我 众生的病有三大类 第一大 第一类的病 是生理的病 饮食不调 穿着不移 受了凉了 受了热了 这都是病因 这是生理的病 医生可以帮你解决 第二类的病呢 冤业病 冤亲在处 他找到你身上来了 医生之保 这个东西呢 你送金拜餐 回向给冤亲在处 调解 他同意了 离开了 病靠了 第三种比较难办 我业 自己 造的物业太多了 我是什么 自私自利 贪嗔痴漫矣 杀到阴王就 贪嗔痴漫矣 是我的行为 你的身口一三夜都不善 都在造业 这个卧夜起的病 佛经上有 杀身 杀得太多了 会得肝病 无脏会得肝病 外面会得眼病 眼睛不好 年岁还不很大 眼就滑了 就看不见 杀业重的 我们曾经见过 带兵打仗的 长生将军 打身仗就杀人嘛 五六岁是真的 烟花了 那容易得肝病 成灰心中 怒伤肝 刀 偷刀 偷刀心不安 鬼鬼是谁 这个五官里面 鼻有病 肺容易感染病 就是肺鼻 是道业 盈欲是肾脏有问题 耳朵有问题 妄语是脾脏 容易感染病 血容易感染病 酒或多了 容易得心脏病 口有病 这福在经上说的 无界全破了 杀到阴望球全干净了 他的五脏六腑决定有问题 啊 外面这个五根 就是眼耳鼻舌身 也容易起病 夜消了 病就好了 都可以怎么吃了 沙焰